敢当众说看德云社的相声还不如看动画片 恐怕也只有口出狂言的郭芬阳能做到 2021年 王辉曾带着6岁的郭芬阳视察天津德云社 坐在观众席的他在看岳云鹏徒弟的演出时 发出了如上感慨 视频一出 这一波豪横发言就引起了不少网友的惊叹 毕竟上一个质疑德云社相声水平的李洪业 早就被郭德纲怼得不知去了何处 就算在整个德云社中 恐怕也只有他敢这么说 作为全社上下专宠的小霸王 郭芬阳到底有多好横 赶在德云社25周年演出时 在舞台上撒花奔跑 恐怕也只有郭芬阳能做到 看到小儿子如此大闹舞台 郭德纲不仅不生气 反而笑盈盈地看着他胡闹 而对于这个小儿子 郭德纲也的确对他宠爱有加 郭芬阳才一岁多时 就被老郭抱着与相乘大师 常保华同台 刚刚满六岁的他 就被郭德纲任命成了 天津德云社的经理 而为了给小儿子面子 郭德纲更是请郭芬阳上台发言 他一开口 即便是老郭也要为他乖乖闭嘴 郭德纲因为之前一直留着桃心发情 一度被外界调侃为桃 对于师父的外号 即便是与郭德纲关系最好的烧饼和鸾云瓶 也不敢拿来调侃 可郭芬阳不仅不在乎 还在演出时 特意挑了一个大头子送上台 不怕让郭德纲出球 不仅不害怕德纲班主 对于紧急赶来 拉他下台的德纲副总 阮云瓶 郭芬阳也敢一把甩开 就要赖在台上不走 直到德纲社第一莽撞人烧饼上台 才算是将他给抱了下去 老郭对小儿子宠溺所有徒弟都看在眼里 因此在德纲社 郭芬阳也成了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小霸王 不仅让烧饼抱着走 就连称呼张可伦 为儿子 他也丝毫不敢反驳 郭芬阳都不认识我 还管我叫儿子 这是一大刀 有一次我问你认识我吗 都认识人 你是那个儿子 而那个经常挤兑郭麒麟的小舅舅张云雷 更是将他宠到了骨子里 德纹社的粉丝都知道 张云雷的头发碰不得 就连他最亲近的搭档杨九郎也不敢动一下 但郭芬阳却敢直接耗 但即便如此 张云雷也依然宠爱郭芬阳 不仅走到哪儿都带着他 日常互动也是十分亲密 还任由他改编自己的名曲 在老郭和德云社众位师哥们的宠溺之下 郭芬阳自然而然就成了德云社的小霸王 而这位含着金汤石出生的小少爷 也长成了一位最不像新二代的新二代 别的萌娃登上节目 只靠颜值便能俘获观众 但郭芬阳却完全成了一个真正的小胖子 前不久郭德纲王会带郭芬阳排队做核酸 年近七岁的郭芬阳却靠小肚子吸睛 颇为富态的他与张云雷站在一起 简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不过对于小儿子的身材 郭德纲却丝毫不担心 因为德云社有的是靠减肥逆袭的案例 而小小年纪的郭芬阳仿佛从身材上 就已经暴露出了说相声的天赋 相比于从一开始就被视为少班主的郭契林 或许郭芬阳才是老郭相声大业的真正继承人 小小年纪就被郭德纲抱上舞台练党 拜师于谦后更是大展相声天赋 师父是捧天捧地捧一切 郭芬阳则是出口就只段子 说其不想上学的原因 郭芬阳小小的脑袋瓜里独有一套自己的逻辑 一句回答直接让老父亲郭德纲无话可说 为了说服郭芬阳 老郭也只好尝试慢慢渗透 直到有一天郭芬阳想到了一个办法 为了不上学 他教育自己的兄弟们 让他们好好学习 回来辅导自己 而对于自己的好兄弟 郭芬阳也是丝毫不亏待 突发奇想要去南极 也要带着好兄弟们一起 可没想到一代天津德云社总经理 也有没见过世面的时候 当看到南极的真实图片后 郭芬阳脱口而出 说起儿子的搞笑趣事 老郭每次都要忍不住笑场 而作为一位相声演员的儿子 郭芬阳从小为父亲贡献的段子 也不止这一段 郭德纲这么大岁数还得出来工作 原来是被小儿子坑的 有这么一个古灵精怪的儿子 郭德纲轻易不敢带他出门 因为郭芬阳每次跟着父亲外出 总能闹出点笑话 一次在迪拜的机场里 郭芬阳因为没见过黑人 便为郭德纲共建了一则爆笑段子 爸爸爸爸我想要一个怪兽 我说回北京给你买去 说完了回北京买怪兽 我们就进来了 突然间我儿子就往我身后跑 有点害怕 我说你怎么了 他拿手指 对面有一黑人哥们 我儿子 爸爸这是你给我买这怪兽来了吗 如此童言无忌的发言 让郭芬阳的相声天赋 从小就被发掘了出来 而每次他的段子被老郭拿来调侃 也必然会引起一通爆笑 比如刚刚年满四岁时 郭芬阳就学会了在电视剧里找灵感 老郭要出门工作 临走时忍不住要逗一下叫儿子 谁知 郭芬阳一句话就让老郭惊呆 打架出来 临走还问我 您干嘛去 我说 工作去 哦 我说你干嘛去 他也不想你什么来 我要离家出走 我就乐了 数岁多一点 我就看着他 自个愣了一会儿 还是不要离家出走了 我说怎么了 我会伤心的 会想爸爸妈妈 我说你跟哪儿学的要离家出走啊 他一抬头 我看苏大强来着 一言不合就要离家出走 可能老郭也要反思一下 要不要继续让儿子看电视剧了 说起小儿子郭芬阳郭德纲满脸都写着慈爱 但每次与郭芬阴见面时 父子俩的生疏却清晰可见 除了儿大不由爹 获取两个儿子的性格不同也是关键 小儿子郭芬阳从小受宠 被家人捧在手心 性格自然活泼可爱 而大儿子却在郭德纲的严厉教育下长大 从小性格就十分内敛 与郭德纲的关系远没有弟弟的父慈子孝乐天伦 而在外界看来 郭德纲对两个儿子的态度也似乎大有不同 当郭芬阳带着五万的手镯享受豪宅时 哥哥郭麒林却穷到买不起房 2019年郭芬阳在登上一档综艺节目时透露 自己因为没有北京户口只能选择租房住 而与之相反的是 彼氏弟弟郭芬阳正与父亲郭德纲一起 住在北京玫瑰园的豪宅里 带着八万块的金镯子 享受自己的童年时光 作为郭德纲的大儿子 郭麒林的成长过程也伴随着郭德纲的奋斗史 儿时老郭还没成名 只能到处跑龙套 郭麒林只能与爷爷奶奶住在一起 而警察出身的爷爷生怕孙子会遭遇什么不测 还总是对他过度保护 导致他过年都不能跟爸爸妈妈待在一起 相比之下 郭芬阳的童年简直太幸福 不但身边时常围绕着一群小伙伴 家里的玩具也动辄 就是几千块钱起步 昂贵的游戏机 人形玩偶更是不用说出门还有保姆保镖护送 对于自己的小儿子 郭德纲几乎将最优越的物质条件都给了他 而已经长大成人的郭麒林却在苦苦等待他的承认 一次郭麒林说相声给月云鹏助演时 由于没有选对段子 导致现场气氛冷淡 郭德纲得之后把他去闹大半夜 更是在逼着郭麒林发微博道歉之后 又在微博上当众将他数落了一通 直到后来郭麒林通过在演技方面 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郭德纲这才改变对他的态度 而对于自己同父异母的哥哥 由于相差的年龄太大 郭麒林一度与郭麒林十分不熟 从小和郭麒林都是连名戴姓的 而即便得知郭麒林是自己的亲哥 郭麒林也一度记不住他的长相 把表哥当成自己的亲哥哥 足以见得哥俩的关系有多深属 而如今经常陪伴在郭芬阳身边的 也常常是张云雷和他的一些小伙伴 忙着拍戏的郭麒林连老父亲都见不了几面 更何况郭芬阳 郭麒林因为拍摄《庆余年大火》之后 成功在演艺圈走红 综艺电视剧接到手软 收入完全不说老郭 而因为在综艺中的讨喜表现 郭麒林也成功收获了不少路人员 成为了粉丝们的人间理想 其实外界曾不止一次地追问 郭麒林的接班问题 清醒的他却从来没有把少班主 当成自己的目的 而对于自己的小儿子郭芬阳 郭德纲也透露过 要按照他的想法发展 不管说不说相声 只要他喜欢就可以 不过不论郭德纲态度如何 郭芬阳都是郭麒林家产的唯一竞争者 或者正如郭德纲所说 在教育上他讲究的是 一个喉一个拴法 但不管郭麒林有多优秀 郭芬阳都是躺赢的那一个